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地球旅馆 我是Lainster 911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一次恐怖袭击 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和公共财产的损失 它给纽约和华盛顿这两座繁华的城市蒙上了一层阴霾 给亲身经历的幸存者带来了永远无法遗忘的恐惧 但911事件令人惋惜的同时也留下了轮回转世之谜 一个比一个神秘 2007年美国的一位孕妇米歇尔 在怀孕的第一周他梦见自己正在飞过着火的双子塔 听到了一个男性的声音说 911中死去的灵魂正在焦急的等待 将于9月转生到你这 转生的女孩要取名塞拉芬 这和她的能量相符 不久米歇尔在一家杂货店看到了几个孕妇 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个声音说 这些孩子在911中去世 他们要回来了 后来当米歇尔在看到电视中的911纪念节目时 快两岁的女儿塞拉芬在旁边说 我记得这些 塞拉芬告诉米歇尔 她生前的名字叫阿莱恩 结果米歇尔在911的遇难者名单中 发现了一个名叫阿莱恩·金特尔的女士 一看样貌竟然发现 她和自己的女儿塞拉芬的面容十分相似 2014年美国有一档真人秀系列节目 Ghost Inside My Child 主要是追访前世记忆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 其中还包括前世可能是美国911事件的罹难者 凯德出生于2004年 一岁半时就可以和大人谈话 从小凯德就对飞机有一种特别的恐惧 看到天空中出现飞机 甚至会吓得浑身发抖 他还经常说 他以前是在一栋高楼里工作 从他的办公室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 他还记得自己掉了下来 因此常常会在梦中惊醒 更诡异的是 在凯德画的画里 经常会出现两栋相似的高楼 旁边还有一架飞翔的飞机 最让凯德妈妈费解的是 凯德对自己的名字很不满意 他还给妈妈一个名字吵着要改名 妈妈试着在网上查询 惊讶地发现 那个人居然是一名911罹难者 凯德的母亲猜测 凯德的前世很可能是死于911事件 在节目中 10岁的凯德还和前世的好友见面 并呼吁911事件发生的一些情节 他说飞机撞上世贸大厦 还卡在那里 然后他就从高楼上坠落 但是他还活着 接着瓦硕就压到了他的身上 当时的他已经没有感觉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 近几年 911遇难者的转世的故事广为流传 报道转世的案例也有很多 这些孩子出生的时间 许多是在2007年 其他的也差不多都是在2007年前后三四年出生的 他们可能就像那个孕妇梦中的声音说的 这些孩子在911事件中去世 他们要回来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人死后什么时候会转世呢 又会转世到哪家 冥冥中谁在安排这一切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人死后转世之间的灵界 在故事开始之前 还是先请大家按下订阅按钮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以后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视频了 近几十年来 西方心理医学界对轮回转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其中最富盛名的是迈克牛顿博士 牛顿博士可是一位大师级的催眠治疗医师 行医中一个偶然的机遇 使他把催眠入定的患者的意识推入了前世 之后他就开始以前世回溯的方法来治疗患者的病痛 在这期间 另一个偶然的机遇 使他把患者的意识 退入到了轮回转世之间的灵界 注意啊 这里不是回溯前世 而是返回灵界 从此之后 他就集中尽力专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在他的研究期间 他从未向公众透露他的发现 也不会接触任何有关玄学的书籍 以免会有先入为主的观点影响自己的研究 经过了十年的研究 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灵界的模型 于是整理成书 他在1994年发表的《灵性之旅》一书中 正是按照先后顺序 描述了人在离开俗世 进入精神世界 直到下一次转生的经历 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十几种语言 随着这本书的流传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写信给牛顿博士 询问他是否还有关于精神世界的深入信息 果然 牛顿博士确实保留了一些 他认为人很难接受的信息没有发表 最终在2000年 牛顿博士最终出版了第二本书 《灵性宿命》 牛顿博士的受试者 有着五花八门的人生哲学 信仰 也有虔诚的教徒 其中还包括无神论者 但是他们在入定的状态下 回顾前世之间的灵界时 却都给出了非常一致的描述 他们描述的灵界是一个极为广大而美妙的空间 仙尘不染 光彩夺目 生命在其中有如是重负的解脱和安详 可以随意飘飞 他们互相之间可以通过心灵感应进行交流 生命变得纯真和幽默 彼此之间充满友爱 刘顿博士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生命在灵界里的层次不同 他们的能量颜色也会不同 层次是按照能量的颜色 红橙黄绿青蓝紫依次递增 黄色以上的生命可以成为一般灵魂的辅导 而蓝色的就属于高级的 紫色的则是大师级的 在这里 高级别的生命对低级别的生命充满了慈悲和宽容 而低层次的生命对高层次的生命 非常爱戴和尊敬 根据牛顿博士的推测研究 目前地球上有四分之三的灵魂是属于初级的 而达到高级灵魂的不过数十万人 他们多数从事助人或者是文化方面的事业 同时生活简朴 而大师级别的灵魂就不需要再下来转世投胎了 牛顿博士的一个重大的研究发现 就是灵界里的生命分别属于不同的群体 在群体转生时 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可能是夫妻、亲子、兄弟、朋友 也可能是仇敌 这一世的爱恨情仇会促成下一世的恩怨相报 他们和临近的群体也会产生各种缘分 所有的缘分中最让人难以释怀的莫过于夫妻之缘 一对男女如果只有缘没有份 那这一世就不能成为一家 如果这一世他们爱得很深 或者发誓来世成为夫妻 那么肯定就会促成下一世的姻缘 牛顿博士的一个受试者是罗马时期的女奴 负责给决斗士做饭 他深爱着其中的一个决斗士 终于在一天晚上 这个决斗士向女奴敞开了心扉 说我永远爱你 没想到第二天他死于决斗场 女奴痛不欲生 他们的这种刻骨铭心的爱 最后促成了他们今生的姻缘 根据牛顿博士的研究 灵界生命的转生 是由更高精神层次的长者们安排的 当一个生命快要转生时 他们会来到一个巨大的宿命运环中 在环形的全景屏幕上 能看到一部分未来的景象 甚至还可以体验一下 下一世的一些重要的片段 对于一些人生中重要的选择 这些生命甚至会被送到一个 类似演播厅的地方 和自己转世后的那一生里重要的人物 一起排练和预演那段重要事件 牛顿博士的一位男性受试者说 在灵界的演播厅 他被告知 要记住自己下一世妻子美琳达的笑声 他的眼睛和他们第一次跳舞时 他的香水味 而美琳达则需要记住 对方的大耳朵 跳舞时他踩了他的脚 以及他们共舞时的感觉 结果转世之后 男子住在爱荷华 而美琳达住在加州 起初他们并不相识 而且他还准备和他的高中女友结婚了 没想到女友举家吸签 后来呢 他在姐姐的劝说下就来到了加州 刚来到加州时 他举目无亲 有一天 从来不喜欢跳舞的他突然想去舞会了 在舞会上 他就和美琳达不期而遇了 他跳舞跳得很笨啊 还踩了美琳达的脚 美琳达就发出了笑声 接下来按照灵界预定的剧本 他们一见钟情 最后喜结良缘 根据牛顿博士的研究 转世是可以选择的 当转生时 有些生命由于在上一世做错了事 感到非常的后悔 但是灵界里的生命 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找理由 他们会自愿的在下一世 偿还自己的业债 有时 一些生命转世时 甚至会自愿选择艰难的人生 磨练自己 以升华自己的精神层次 比如 其中有一位受试者 前世是在二战时期 他和另外的三位犹太女子 被关在纳粹的集中营里 他尽力帮助集中营里的儿童 尽量让他们活下来 但是在1943年 他死了 年仅18岁 这一幕幕都是在灵界安排好的 他选择了这个角色 并勇敢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当然还有其他相似的案例 我这里就不多举了 而有的人则是因为 他们在人世时做了很多坏事 致使他们的能量被毁坏 他们的身体是黑黑的 所以不能马上转生 但是他们又不能待在灵界 于是就被送到了一个 类似急救所的地方 在那里 他们的能量将会被调整 远远地望去 那里像一个黑色的海 过后 他们很可能会被立即送往地球 成为同样的暴行的受害者 如果有的人犯下的暴行 伤害了很多人 那他可能就得分几世转生 遭受同样的痛苦 在灵界 生命会和他们的辅导者 讨论以往转世中的种种教训 他们还会在 类似图书馆的一个地方 进一步学习 在那里 会有能量紫色的 大师级的长者指导他们 哪里做得好 哪里做错了 在下一世如何弥补 其中就一位年轻的受试者 前几世都是因为自杀而死 最后一世结束后 他回到了灵界 一位长者严肃地告诉他 你又一次提早回来了 我们很是失望 你难道还没发现 每次转世 你提前结束人生 下一世同样的考验 会变得越来越难吗 你的这种行为相当自私 给爱你的那些人造成了悲痛 几个月后 这位年轻的受试者 写信告诉牛顿博士 每当他一有自杀的念头 就会想起那位长者的话 无言因为自杀 而再次见到那位长者 他就选择了放弃自杀 另一个受试者叫艾米 前世是英国的农家少女 当时她只有16岁 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她的未婚夫在修理房屋时 不幸从楼顶掉下来摔死了 她绝望地跳进了池塘 自杀而死 此后 在灵界的图书馆里 一位长者摇着头 走到了艾米的面前说 你回来的太早了 在灵界 自杀被认为是一种很大的过错 艾米愤愤不平地说 有本事 你下去试一下我的人生呀 于是 长者打开了一个话卷 艾米在屏幕中看到 长者当时是位年轻的基督徒 因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在古罗马的斗兽场里 被狮子撕成两半 这时 长者又打开了艾米的书 评文书显现 如果艾米不自杀 他的生命还会有另外的几种走向 有的结局是相当不错的 由此可见 灵魂转世后的安排 并非只有一条线 可能会有多个分支 有些人生活的艰难痛苦 可能是为了磨练自己 挺过去之后 可能就会柳暗花明 生活就会出现好的转机 牛顿博士遇到了很多 前世自杀的受试者 发现他们死后都很懊恼 感觉自己怎么那么笨 也因为这样 牛顿博士帮助了许多想轻生的人 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牛顿博士研究结论中的群体转世 恩怨相报 与中国民间的说法不谋而合 中国过去有句话 夫妇本是前缘 善缘恶缘 无缘不合 儿女缘是素债 欠债还债 有债方来 除了东方普遍有这样的理解 实际上在古希腊 也同样有这方面的说法和记载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著名的 哲学家数学家 学过几何的都知道 那个著名的勾股定理 就是他发明的 他声称他自己拥有四世的记忆 他曾经说过 灵魂是个不朽的东西 他可以转变成别的生物 其次 凡是存在的事物 都要在某种循环里再生 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新的 最后 佛说 前生五百次的宁谋 换今生一次擦肩 大家能看到我的视频 或许就是几百年的缘分促成的 我也很珍惜与大家的缘分 为了让我们的善缘更长久 请打开小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吧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地球旅馆 我是Lester